男童深夜逗留在公车后车亭 远景发现有意 立刻上前询问 不管远景怎么问 男童就是不愿意透露身份 远景只能将他带回派出所 虽然男童还是不发一语 但远景自掏腰包 满面包让男童冲吸 男童这才狼吞虎咽起来 并且告诉远景 因为害怕被爸爸骂 才不敢回家 上午质疑 X童是不是偷改作业 X童所以父亲随即跑出家门 因为害怕遭到父亲的体罚 而不敢回家 男童一早就父亲跑出家门 在外逗留了一天 远景发现他的时候 男童因为天气寒冷不断发抖 由于台中市日前才发生小孩 疑似遭家暴事件 远景也不敢大意 检查这个 X童的身体状况 也都无异样 幸好男童只是父亲逃家 最后在爸爸保证 不处罚他的情况下 男童由警方护送 走回一公里外的家中 家长对警方帮他们找回小孩 感激不已 吉尔十岁黄手印台中报道